我现在是一个养蜂人 我养蜂的地方在四川省绵阳市的平武县 这里也是我曾经做博士论文的地方 我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关于大熊猫栖息地保护的 那一个做大熊猫栖息地研究的人 为什么跑去养蜂了呢 因为我相信用小蜜蜂可以保护大熊猫 根据我们最新的一次大熊猫调查 中国一共有1800多只野生大熊猫 分布在四川陕西还有甘肃的49个县里面 在这49个县里呢 平武县的野生大熊猫数量最多达到了300多只 因此这里也被称为天下大熊猫第一县 但是呢这里的老百姓生活却并不富裕 长期以来呢平武县也是国家级的贫困县 和很多其他地方一样 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 在很多时候都存在着矛盾 那在我养蜂的地方不远 有一个小山村 当地人称寡妇村 为什么叫寡妇村呢 在90年代的时候啊 这个村里的很多人都参与了偷猎大熊猫的活动 那在一次严打过程中呢 村里的很多青壮年劳动力都被抓进去了 村里只剩下一些老人妇女和儿童 这其实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双疏的一个案例 那我们能不能在平武县找到一条 既能够让当地老百姓脱贫致富 又能够保护好大熊猫的一条道路呢 答案是有的 这就是养蜂 平武县的养蜂条件可以说是得天涂厚 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超过了80% 在大森林中有很多的蜜原植物 而这些蜜原植物当中呢 又有很多是药用植物 所以当地的蜂蜜 你闻起来还有一股淡淡的中药味 从2016年开始 平武县委县政府也把养蜂业 作为扶贫攻坚中的支柱产业来抓 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效 但是就像很多其他产业一样 养蜂业在平武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2018年的时候我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打电话的人是我做博士论文时候 常住的小山村里的村支书 他跟我讲 说我们村里的这个蜂群啊 减少了80%到90% 就让我帮着想想办法 我当时就查了很多资料 也买了很多资料 给他寄了过去 但是没过几天 这个村支书又给我打电话了 他说小张你再别给我们寄这些东西了 我说为啥 他说我们这没人能看得懂 我就想那这怎么办呢 在查资料的过程中啊 我就对养蜂产生了巨大的兴趣 而且我发现小蜜蜂是一种非常神奇的动物 我就想要不然我来试一试 但是把北京的工作辞掉 到山里面去做一个养蜂人并不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对于我来说 所以在做最后的决定之前 我回到了我的研究生母校北京林业大学 找到了我们的老书记 胡岸斌教授 跟他聊了聊我的想法 他听完了以后就对我说 小张你去吧 北京不缺你一个博士 但是山里不一样 于是我就把北京的工作辞掉 跑到山里面去做了一个养蜂人 当地人养蜂啊很有意思 他们把一个一段木头从中间剖开 里面挖空 模仿成一个树洞的样子 然后放到山里面 野生的蜜蜂就会飞到这个蜂巢里面 开始筑巢 农民就把这个蜂巢 搬回到自家的房间屋后 在秋天取蜜的时候呢 他们会把蜂巢一块一块的割下来 然后压榨过滤 蜂蜜的质量虽然非常好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在取蜜的时候 会伤害到很多蜜蜂的幼虫 打个比方吧 房东向房客收取租金天经地义 但是你收租就收租吧 你还把人家家的孩子给弄死 这就不讲道理了 对不对 那有没有一种方法 在取蜜的时候 不伤害到蜜蜂的幼虫呢 答案是有的 我在查资料的时候 在一本明朝的古籍里面 就看到有一种蜂箱 叫做格子蜂箱 这种蜂箱啊 它在取蜜的时候就不会伤害到蜜蜂的幼虫 我们都知道蜜蜂驻巢的时候 它是从上往下驻的 这个巢从上往下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最上面是蜜蛆 就是蜜蜂储存蜂蜜的地方 中间是粉蛆 是蜜蜂储存花粉的地方 最下面是紫蛆 是蜂王产卵 蜂群捕育幼虫的地方 那这种格子蜂箱在取蜜的时候 它只会取到最上面的蜜蛆 中间的粉蛆和最下面的紫蛆 是碰不到的 从理论上说 这种蜂箱非常符合蜜蜂的生物学特性 效果应该会好一些 但是当我把这个蜂箱做出来以后 当地老百姓看到 以后说什么的都有 有的人说 你这蜂箱太小了吧 有的人说 我们这儿的蜜蜂 住惯了我们的这种蜂箱 可能住不惯你这种 一开始我还跟老百姓解释几句 直到有一天 我看到了蜜蜂的蜂蜂 我决定还是用事实来说话 蜂蜂是怎么回事呢 在春天 老蜂王会带领一部分工蜂 飞出蜂巢 到外面去另外寻找一个新的家园 老的蜂巢就留给新蜂王和剩下的这部分工蜂了 那飞出来的这部分蜜蜂 它们会在蜂巢周围选择一棵大树 然后在底下结成一个团 这群蜜蜂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寻找到它们的新家 如果遇到一场大雨 它们还没有寻找到新家的话 那么这群蜜蜂可能就不复存在了 那这群蜜蜂是如何寻找到新家的呢 它们会派出一些侦察蜂飞到四面八方去 如果有一个侦察蜂找到一个新家以后 它会上上下下 里里外外的把这个蜂巢看一遍 自己做一个评估 然后飞回到蜂蜂团上去 它会以舞蹈的形式 把这个蜂巢的位置信息告诉给其他的蜜蜂 那如果这个蜂巢条件非常好的话 这个蜜蜂跳舞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兴奋 那么这种兴奋的舞蹈 就会吸引更多的蜜蜂来看它跳舞 这些观众们看完跳舞以后 他们会干什么呢 他们也会飞到这个新蜂巢那去 自己去看一眼 看看这个家伙说的到底对不对 他们看完以后发现说 哦 果然就像他说的一样 这个蜂巢确实条件非常好 那么他们飞回来以后 也会非常兴奋的跳舞 反复这样几次以后 整个蜂群就会形成一个共识 大家就会一起飞到这个新蜂巢里面去 所以说一个蜂巢好不好 是谁说了算呢 是住在这里面的蜜蜂说了算呢 那么同样一项技术好不好 是谁说了算呢 是使用这项技术的农民们说了算的 所以我就想 莫不如在取密的时候 让大家看到实实在在的事实来说话 从一开始养蜂到最后的取密 中间有半年的时间 这中间也出现了很多的故事 我首先遇到了就是这个道春寒 本来前一天还是风和日丽 但是突然来了一场寒潮 气温一下子就从20多度降到了10度 而且还伴随着阴雨的天气 大家知道在阴雨天的时候 蜜蜂是不会出巢工作的 它们会留在蜂巢里面 吃蜂巢里存储的蜂蜜 当这些蜂蜜吃完了以后 这些蜜蜂就会受冻挨饿 那有一天我在蜂园里巡视的时候 发现很多蜂箱的门口 没有蜜蜂进出了 我就觉得不对劲了 然后我打开了一个蜂巢的观察窗 发现里面的蜜蜂都挤在一起 很多蜜蜂已经饿得动不了了 我马上就拿了一罐蜂蜜 来喂给这群蜜蜂 能动的蜜蜂马上就从蜂团上爬下来 来吃这些蜂蜜 当它们吃饱了以后 大家知道它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吗 它们爬回到蜂团之上 把蜂蜜喂给那些不能动弹的同伴们 到了第二天 太阳也出来了 气温也回升了 我看到所有的蜂群都恢复了正常 我不知道小蜜蜂会不会感谢人类 但当我看到它们正常工作时 那种喜悦的心情 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莫大的奖励 春天蜜蜂们开始忙碌起来 但是蜜蜂的天敌们也开始活跃了 我经常会在蜂园里看到有马蜂飞到蜂巢里面捉蜜蜂吃 那天我就看到有一只马蜂飞到蜂门口 它背对着蜂门捕捉回巢的这些蜜蜂 因为回巢的蜜蜂身体里装满了花蜜和花粉 它们飞行的时候就比较笨拙 没有那么敏捷了 但是这只马蜂呢 也有可能是个新手 它尝试了几次都没有抓到蜜蜂 它就想钻到蜂巢里面去大吃一顿 如果马蜂一旦钻到蜂巢里以后 蜂王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 蜂王一旦出现问题 这群蜜蜂也会出现问题 蜜蜂们会竭尽全力的防止马蜂钻到蜂巢里面 就在这只马蜂在蜂巢门口转悠的时候 蜂门口的守卫蜂就从五六只 一下子增加到了三四十只 当这只马蜂爬到了蜂门口 准备钻进去的时候 守卫蜂中的一只蜜蜂 就直直的朝这只马蜂扑了过去 然后马蜂马上就把这只蜜蜂给紧紧的咬住了 当这只马蜂的所有注意力 都在这一只蜜蜂身上的时候 其他的守卫蜂一拥而上 就把这只马蜂紧紧的围在了中间 并且在不停的振动着身体 马蜂的最高耐受温度是46度 蜜蜂的最高耐受温度是47度 蜜蜂通过振动自己的身体 产生大量的热量 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把蜂团的温度上升到了47度 就活活的把围在中间的这只马蜂给热死了 或者叫给烤死了 所以说即使面对貌似强大的敌人 只要找对方法 只要团结一心就能够对付他们 有的朋友会说 既然马蜂这么讨厌 你为什么不找到蜂巢 把马蜂的巢给他一窝端了不就完了吗 这个从技术上看是完全可行的 但是我并不主张这么做 为什么 因为马蜂除了吃蜜蜂之外 它还会吃森林中的很多其他的害虫 比如说蜂鸣 蜂鸣会在花朵上产卵 蜜蜂在采花的时候 就会把这个卵带回到蜂巢里面 这个卵孵化成幼虫以后 会在蜜蜂的巢里面钻洞 那蜜蜂的幼虫就没法孵化了 孵化失败的幼虫会在巢里面烂掉 臭掉 最后整群蜜蜂就会把这个蜂巢抛弃掉 那马蜂就会吃掉很多的这个蜂鸣 马蜂就好比是草原上的狼一样 很多时候人类为了保护自己养的羊 就把狼赶尽杀绝 最后发现草原上的鼠兔泛滥成灾了 草场最后退化 那羊最后也养不好了 其实马蜂来了以后 养蜂人帮着蜜蜂把马蜂赶走就行了 但是在这片大山里头还有一种动物 是人类跟蜜蜂都赶不走的 这就是黑熊 每年老百姓养的蜜蜂都会被黑熊吃掉很多 因为大家都知道狗熊也是国家保护动物 也不能随便伤害 那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狗熊吃蜂蜜 狗熊是怎么吃蜂蜜的呢 他们到了蜂蜂以后 会把一个蜂箱的上半部分用两个前爪端起来 然后走到50米或者100米开外的地方 再用两个爪子把这个蜂巢一块一块的给挖下来 然后吃掉 吃完了以后 它会返回到蜂蜂 然后再搬下一个 这就非常像人吃自助餐 取餐的地跟吃饭的地不在一块 但是狗熊跟人类的区别是狗熊不会浪费 它吃完了以后 它不会霍霍其他的蜂巢 吃饱了它就走了 狗熊吃蜂蜜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自然教育的素材 如果把它能够拍下来的话 肯定有很多人愿意看 而且狗熊吃蜂蜜是在什么时候呢 是在春天 就是青黄不接的时候 狗熊尤其是母狗熊 它带咱需要分泌很多的奶水 这个时候山里面又没有什么可吃的 营养丰富的蜂蜜 就成为它们每天寻找的对象了 那在未来呢 我们想发起一个让熊妈妈吃饱饭的活动 就是我们会在山里面放一些蜂香 就让狗熊过来吃 当它们吃饱了以后 就不会去祸害农民的蜂蜜了 我想发起这个让熊妈妈吃饱饭的活动的时候 我们会在蜂香周围设立一些个摄像头 放到网上直播 然后大家可以实时的看到狗熊是如何吃蜂蜜的 那在养蜂中 我面临的另外一个挑战 就是被蜂蜇 一个老师傅曾经对我说 这一关啊 你要过去 你可以啊有意识的让蜜蜂多遮你几下 我平时啊有的时候就不带什么防护用品 就去蜂场里面 但是有一次阴天的时候 我在管理蜂箱的时候 把蜂箱一打开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头 我这个左胳膊就被蜜蜂遮了二十多下 因为阴天下雨的时候 刚才讲了蜜蜂不会出巢工作 它们的情绪啊会非常的暴躁 有一只蜜蜂遮完以后 它会释放出信息素 其他的蜜蜂会捕捉到这种信息素 然后蜂拥而至 过来遮我 所以说那天我就被遮了二十多下以后 人就休克了 直接被送到了医院里面 以后大家如果有机会近距离跟蜜蜂接触的话 还是做好防护 终于到了曲蜜的季节 曲蜜的时候呢 四里八乡的农户都到了我的这个蜂场里 来看我的格子蜂箱到底怎么样 最后的结果呢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这格子蜂箱的无论是它的产量还是质量 都非常的让人满意 但是最让我有成就感的 还不是格子蜂箱的蜂蜜产了多少 而是跟我在一起工作的一个农民大哥 他能够非常熟练的向其他农民 讲格子蜂箱如何使用 当地的政府也做了很多的蜂箱 免费的交给当地的村民 让大家来用这种技术来发展养蜂叶 现在这片大森林 已经变成了老百姓的密库和钱库 当地村民呢 他们也成立了一个志愿巡护队 如果现在有人敢在山里面 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老百姓这一关都很难过去 其实我养蜂的地方都是中华蜜蜂 在过去的一百年间吧 中华蜜蜂的分布数量减少了四分之三 我在这个小小的山村里 发起了一个给蜜蜂安家的一个计划 就是大家众筹给这些当地的中华蜜蜂们 做蜂巢 然后我来帮助大家管理这些蜜蜂 到了取蜜的时候 这些任养蜂蜜的人 或者叫众筹蜂香的人 他们会得到当地生产出来的 非常好的蜂蜜 因为我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只有把这项技术交给农民们 让农民们跟我一起 把中华蜜蜂的种群重新的繁盛起来 然后让他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腰杆挺直了 把钱挣到 最后老百姓也高兴 生活在那里的大熊猫 还有其他的野生动物 包括黑熊都会很高兴 2019年呢 平武县也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 而且很多以前没有大熊猫的地方 又重新出现了大熊猫 我的本科母校是河北农业大学 有一位老师叫李宝国 他经常给学生们说的一句话 就是把我变成农民 把农民变成我 现在李老师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 但是今天在这里我仍然想对他说 李老师我做到了 谢谢大家